好的 那麼今天指數再創一個所謂波段上面新高 那基本上我給大家一個非常良心的建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看KT指標 我也是不太看KT指標 可是我只能跟這邊很清楚跟大家強調 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是OTC指數 來到箱形的頂部再一遍 這一個月再回答我大盤什麼蛋 大盤月線它是綠燈 可是OTC它是一個標標準的紅燈 所以說你可以看這一個月的上個禮拜 它是以OTC指數為拉台的重心 而這一個禮拜 或是上個禮拜的下半週 又回到一個所謂加權股價指數 那不管它怎麼變換 不管它怎麼做一個所謂波動 我給大家一個良心建議 你一定要有這個本事 在開盤前做好一個非常細部的規劃 什麼叫細部的規劃 來馬上看一下我的盤前口 在8點20分的時候 講8點20分我現在看一下我的手機 我們現在這種年紀很容易掉東掉西 你知道剛剛要來的時候我還拿一杯水 然後到那個導播說你拿水幹什麼 我說對 已經忘了你知道嗎 水倒一倒之後 然後就把它拿上來了 然後現在又找不到手機 你知道嗎 我一天至少 至少找手機的次數 至少應該超過10次 所以說看以後 這邊應該掛一個手機 或是有沒有什麼什麼特殊的 一個什麼方法 這樣點一下就可以把手機 點一下不是手機乾乾就好了 那沒什麼厲害 你想打一下 然後手機馬上出去在我手上 那人生又變得多麼樣的美好 那基本上來先看一下8點20分 今天12月9號8點20分當時的夜水盤前稿 看清楚哦 那有關於最下面 不過你先不要看什麼南亞科啊 什麼晶電2327國際 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看上面 我有沒有預告 我這701到704 它是個標標準的最大值 648它是多方的夜水非常重要支撐 這是我在今天早上8點20分 我所寫的夜水盤前稿 那請問各位 不管包括最大值 不管包括648的夜水支撐 有沒有完全全的夜水命中 這不是再一次說明的一件事情 你今天你要反敗為勝 我知道收完盤的時候 有很多頭顧老師跟你講說 你看這行情走向前震盪 可是我在11月份12月份賺2千多點 我聽你在唬爛啊 如果說每一個頭顧老師都有辦法 每一個月去賺了好幾千點 那我請問大家 為什麼沒有一個頭顧老師 寫出這樣的夜水盤前稿 而且我也在跟大家報告 你今天所要使用的夜水軟體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給你處置心態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給你空間理論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給你AC 抱歉 我的軟體全部都有 唯有藉由這樣的夜水軟體 什麼就是盤整盤的操作 很簡單 上上禮拜三往下擊殺 我告訴你有多多 我告訴你我做多 上上禮拜三哦 你看起來是個標標準的按頭 我告訴你我做多 我做多 我做多 結果呢 結果禮拜四台北股市 有沒有先算短線上的夜水新高 可是來到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跟你預告主力心態 他是有多轉空 有多轉空 所以說禮拜四我放空 上上禮拜四我放空 上上禮拜五我還在做放空的動作 因為我跟你報告 我說週限可能是一個標標準的綠端 這是上上禮拜四 我所做的夜水規劃 沒錯吧 結果呢 禮拜五的夜水開盤 一樣在8點36分 8點36分 等同於我們早上的夜水盤前稿 你能在開盤之前 期握開盤之前 你就可以得到 我跟你預告時間不對 要看心態 結果呢 9點鐘 我跟你預告主力心態高 結果上個禮拜五台北股市有沒有中錯 上上禮拜五了 基本上上禮拜五台北股市中錯 如果你沒避開 今天看到台北股市創新高 你會流眼淚 因為上上個禮拜五 那要殺到人羊馬翻 可是我有沒有在上上禮拜四 跟你預告我放空 禮拜五跟你預告 我還在做加碼放空的動作 就一口氣有沒有大跌 141點 9點30分 你的LINE還跟你做預告 結果有沒有中錯 有沒有中錯 有沒有中錯啦 有沒有今天帶你去賺這一波空單的 一個追錢 還沒完 如果我只是一個死多頭 我只會做趨勢盤 我盤整盤 我不會做 基本上這種老師 你也不用跟了 你看我的節目就好了 你現在所要找的一個老師 不是等到收完盤之後 每天改完軟體參數 每天告訴你買最低賣最高 這個老師要有本事 做到這麼細部的規劃 聽不懂沒關係 直接看結論 上個禮拜一9點23分的時候 我會跟你預告 我說主力心太多 主力心太多 怎麼可能禮拜五跌到人羊馬翻 禮拜一怎麼可能 主力心太多 還沒完 再看細一點 可是我要做多重點還要再殺一刀 我有沒有在上上個禮拜一 我也清楚跟你預告我要做多 但是重點我還要再等他殺一刀 那461這個所謂價位 我是不是一樣在8點39分 我就很清楚的跟我的會員做好 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所謂報告 就從461這樣一直拉起來 禮拜一有沒有收在一個所謂最高的高點 禮拜二繼續往上創下一個所謂新高 因為主力心太是個必要必要做得多 有沒有差一天有沒有差很多 有沒有讓我的會員很輕鬆吃到 農家吃到魚吃吃到鮑魚 禮拜三我們跟你預告主力心太連山多 結果禮拜四台北股是怎麼大漲 再變 上上禮拜四跟你預告放空 禮拜五早上9點鐘 我先跟我會員講 空 9點30分 你的Lite跟你預告主力心太空 結果上上禮拜五有沒有收最低 同樣的來到上個禮拜三 我們可以預告禮拜一做多 禮拜要做多 禮拜三還在做多 為什麼要做多 因為主力心太連續三天 做這個標標準很多 我在非凡的一個所謂新聞台 有沒有可以做一個所謂完整的 一個所謂報告 有吧 有吧 還可以預告收盤大約 跟人家收盤大約一個所謂A線 還可以預告480 啊只有480有沒有名眾 有沒有名眾 哎呦民國好恐怖哦 有沒有名眾 傳播亂講話 這樣短短兩天 419天 短短兩天時間 禮拜三主力心太連山多嘛 禮拜跟你預告多 禮拜跟你預告多 禮拜三跟你預告多 這樣加起來短短兩天 有沒有419點 還沒完哦 還沒完哦 然後呢 跟你預告收盤小於A線 老師什麼叫做收盤小於A線 盤前稿該給你看的 也給你看了 盤中多空轉換技巧 又65點 還沒完還沒完還沒完 跟你講9點45分 以前是多方時間 之後會有一個所謂空方時間 上個禮拜五8點36分 自己看上面的日期 12月6號8點36分 有沒有跟你預告盲測 什麼叫做盲測 事情還沒發生之前 就劃獻給大盤總 這種模式應該是所有投顧老師都應該有具備吧 不然怎麼會當分析師呢 那不然叫個散戶到券山裡面隨便設飛鏢 看哪一個長得比較老 看哪一個長得比較漂亮 把他拉來當分析師 難道分析師沒有具備這樣的本事 難道分析師之後只會讀史書嗎 還是難道分析師就只能跟小丑一樣 等到收完盤的時候 負責上電視去表演買最低賣最高 看空的跟你講說他今天玉金光大賺 跟你講說奇力星大賺 笑死人喔 看空的 那就看不懂 那要看圖說故事 結果配合主力心態先游多轉空 有沒有先往下做夜水擊殺 這樣子有沒有55點 那剛好來到了盲側區 582的夜水最大值有沒有又拉起來了 那這些價位的設計會不會算 繼續講下去喔 這就是上個禮拜我所做的預告 你不要告訴我 鴨子聽雷你聽不懂沒有關係 來全方位360好我們除了要給大家魚吃 讓你能夠在第一時間擁有夜水主力心態 讓你全天候的行情 不管包括AM不管包括PM 你不錯過之外 更重要 我們要你想盡辦法強化你的夜水專業資 強化你的夜水專業的技巧 所以每個禮拜三 我們會有一個所謂固定的夜水教學 教你如何去計算這些多空房子價 教你如何去計算主力心態 我請問大家 今天早上班2028有沒有跟你預告701到704 有沒有跟你預告648 它是個非常大的夜水支撐 好 所以第一段的空 我今天不跟你算 我給你算第二段的空 結果有沒有在往上急拉 來到夜水最大值 我的圖卡把他拿去 沒關係 我今天LINE8裡面已經貼過了 貼過了貼過了 你自己看LINE8裡面 我請問大家 今天台北股市它最大的特色 跟上個禮拜五有什麼不同 來看一遍再看一遍 上個禮拜有還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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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582叫做最大值 582叫最大值 所以說主力作手 他就笨笨的 他就掛在582最大值去買 去買去買 結果到今天他們賺到爆炸 好 582有碰到 因為禮拜五最低低點是落在580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早上的夜水盤簡稿 我所預告的最大值落在701到704 好 我們就取低的好701 701 阿姐有沒有碰到 阿姐有沒有碰到 沒有碰到 那為什麼沒有碰到 為什麼沒有碰到 有人先偷賣 那為什麼偷賣 因為他知道會回檔修正 而且很簡單 那所以說好了 老師我還是聽不懂 好 不管包括582再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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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五 跟大家預告的582最大值 不管包括582 好了老師我聽不懂什麼 先賣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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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不管包括582 不管包括701 如果說你知道他是 他標標準準的多空防守價 你會笨到看到低點破地跑去追空嗎 你會笨到 笨到人在哪裡 來來來 高點過高 過平台警線 跑去做多嗎 現在主義做什麼 那我再問大家 禮拜五 你的軟體會買去嗎 今天禮拜一10點47分 來到701附近還沒到701哦 你的軟體會有放空訊號嗎 會有放空訊號嗎 那我請問大家是你的軟體有錯嗎 錯 那是因為主義做手 他知道你們操作整套的SOP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要把這家商專業知識 那老師還沒到最大大值 為什麼你可以空到 不好意思啦 我的課程裡面 我有教你 不一定要看日線 你可以看分時線 到底是哪一分我奉勸所有的學員 在我禮拜三的課程還被罵人之前 趕快把它找出來 今天最高的高點是怎麼出來的 厲害吧 所以說每個禮拜三的固定的教學 那當然呢 你們才剛鎖取到帳號密碼的好朋友 麻煩一件事情 從第一集 不要jumping the gun 直接跳到後面去 從第一集 因為所有的公式 都集中在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要想要前面慢慢看過來 你就自然會懂得 如果去計算多空的SY防守價 好 還沒玩哦 那麼今天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外資 期貨它是小多 然後選擇選小空 現貨是做多嘛 現在是46分 我隨便亂猜的 我根本沒有帶手機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手機在哪裡 那麼問題呢 今天收盤大於655 可是今天收盤小於AC 所以說明天最好開低 開低 他自然就會走高 我這樣解盤 有沒有解的非常有邏輯 你這樣找一個老師是找有邏輯的 我知道 如果說以我的長相 我每天告訴你呢 我買最低賣最高 我跟你講 每天至少100點 至少80點 至少50點 再怎麼笨也會來找我 可是問題呢 那一種不切實際的詐數 我講不出來 今天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如果每一個投股老師真的這麼樣準 我還是老話一句的 為什麼每天都幫人消毒呢 因為很簡單 有太多投資朋友 代相投靠 代相投靠 就要幹掉前面的老東家 那是你的人生 那是你的選擇嗎 這是為什麼 你再跟我強調 如果你的軟體沒有辦法給你主力心態 如果你的軟體沒有辦法給你兩份 開盤錢 不管包括PM 不管包括AM的盤錢稿 講坦白的 你要成功的激勵的獲燃率 變得非常非常的渺小 解完 股票 就這樣子 老師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老師說這都沒賣 好 都沒賣 來來 我先看這樣子 事先預告才是屌 我現在不跟你講穩帽了 穩帽兩倍就算了 我請問各位 這是我最近發現說 滑通我叫了三次 我在Line app裡面叫三次 31.7叫一次 35.5叫一次 到44.1 我還在叫一次 然後在上個月月底 自己看上個月月底從不大 我們給你預告滑通紅燈 老師 滑通今天真的漲 我跑去追 難道你不知道滑通前幾天的AC在哪裡 我 好啦 我等一下 你滑通買過嗎 正規制建設太冷門不要 你侯海買過嗎 你侯海買過嗎 89.6你有買嗎 南亞科你有買嗎 國巨你有買嗎 其力行有買嗎 世界的界還打錯 打成簡體制 你有買過嗎 我叫著打一檔股票 我有叫過你優群嗎 什麼雍智科雍正科 有時候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你知道嗎 很多些股 我連研究都不用研究 老師也太混了吧 看 看 看啊 我的會員 我隨便叫十個進去買那種小型股 就漲停板了 所以我連研究不用研究 因為我不可能去買那種股票 我不可能去買那種股票 就像很多人說NBA指數是創新高 老師啊 我怎麼不帶我去買 不好意思哦 你有沒有看過大部分的生技股 平常的成交量700多張 啊我的會員進去 我講生技股 隨便講一隻啊 不要講一隻啊 不要講一隻啊 7000多張 700 7000 我的會員一買買7000怎麼出去 不好意思沒有7000那麼多 我叫會員買大概只有一千 為什麼 因為投資者都很聰明 沒有成交量的股票 你告訴我再怎麼會飆 我也不會買 你看5309的系統店 幾隻漲你買的 兩隻漲你買 三隻漲你買 四隻漲你買 他沒有成交量的時候 每天不到100張 要怎麼買 要怎麼買 啊你看我做這些股票 滑通就不用講了好不好 滑通總共快兩倍 快兩倍 政威月薪綠燈都沒救 3653建設 五隻漲停板 強化人專業知識2317紅海 你看很屌吧 因為我績效太好了 我績效太多了 而且我都事先跟大家做預告啊 綠燈就是綠燈對不對 跟你預告的回測86.9 因為連續兩天收盤小於AC 有沒有來 有沒有來 啊來你不敢買 來你不敢買 你信不信一檔紅海 我做一輩子給你看 可是我沒敢跳去買 我可以做多紅海 我可以放空紅海 我就做給你看 反正做紅海做上癮了 而且很多會跟我講說 他這一身做紅海 從來沒這麼好賺過 有哪一個老師一檔紅海 92.06給你預告哦 92.06給你預告哦 從11月 10月15號 一直到11月15號賺了24塊錢 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的時間 有量有價 你要買500 你要買5000 你要買5萬 你還在看頭顧節目 你就腦袋壞掉 買5萬長等現在看頭顧節目 不投個錢扛你啦 去上酒店啦 都跟你預告 都跟你預告哦 自己看前面的重播帶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學 因為當你學會完之後 你今天不會問我說 謝忠祠啊 今天台表科大跌怎麼辦 我是在11月20號 第四次介入的時候 我給你預告6278的台表科 當天跟你預告主力心太多了 你不要隨便給我放空股票 有吧 9點鐘 9點鐘 台表科三支的漲停板 2448金店 兩支漲停板對不對 然後被動元件 11月27號 現在所有的投顧老師 今天都有其力心 都有國具 總共沒出席啦 我的LINE8 我在11月27號 跟你預告被動元件的耶 8點幾半 8點41分 跟你預告被動元件 12月27號 11月27號自己看上上禮拜三 LINE8 我跟你預告被動元件 跟你預告被動元件 結果被動元件自己看清楚 主力心態2327的國具 人家主力做手賣 多久了 自己看 有沒有看清楚 從964 擊殺買進 到381 117塊錢 其力心 先12.4再10塊錢 加起來 總共多少錢 然後之後跟你預告國具 good 再good 然後再從no good 然後再跟你預告一個收盤 大於關鍵價 一個收盤小於關鍵價 不是小於關鍵價 小於AC 然後跟你預告 3231的夜水偽創 偽創 129.39之後還有高點嗎 之後還有高點嗎 還沒完 很多人都講說現在這行期他很擔心害怕 不太敢做 好不敢做 來我做給你看哦 5377事件 你不太敢做你用擊殺買進好不好 可是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我們少了百萬的夜水電視的夜水成本 我們完全回饋給大家 而且會期從明年2月份起算 你看大部分的頭顧老師講不出節目講不是操作邏輯 為什麼要操作邏輯 因為他每天有百萬電視成本的夜水壓力 所以說他會每天在節目當中跟你講買最低賣最高 然後賺兩三千點 結果來結果來你參加之後不要一天時間 你就想落跑了 你發現你被騙了 可是你要答應我什麼事情 老師我知道不要參加過頭顧老師 對 第二件事情什麼 你要給你自己時間 你現在跟我講說你很害怕 然後如果會玩的時候哪隻老師哪隻我要可以買 該買的時候我打你買 擊殺買進 擊殺買進 你害怕就擊殺買進嘛 幫我的課程是開好玩的 你不來的話 你幫我課程當作安眠局 你好好看嘛 晚上你找帳號密碼就可以看 所以說022392398把你手機拿出來 現在四話沒人在播了啦 你直接拿手機 我老婆跟我講說 謝文你的手機一個月有90分鐘免費 我會用我90分鐘嗎 往什麼往外互打免費 網內互打免費 播四話有90分鐘免費 誰在用手機啊 連我家四話都被拔掉了 手機裡面通訊費不拿來用你給別人賺 然後股票也輸給主力作手 人生是多不一樣的黑暗 兩隻 宣德現在來創新稿 有沒有差很多 擊殺擊殺買進了 然後跟你預告其力薪 那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 乃至沒有先漲 乃至沒有先漲 還在可以預告經典還沒完還沒完 經濟 這樣要三塊錢 然後偽創 偽創 偽創 偽創這樣子一塊錢 股本一千多億的股票 擊殺買進 這樣一塊錢 這課怎麼教 南亞科先賺4塊7 還沒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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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來來來來 昨天禮拜五 跟你預告2408南亞科 來 南亞科76.6 來再變 南亞科 南亞科 禮拜五先買 75.9 利用擊殺買進 有看到75.9 有看到 有看到 好 來 禮拜五跟你預告76.6 好 今天南亞科開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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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懂 再來 208 2448 2327 來回答我 他們三檔股票 他的AC分別是76.65 來 蹲下來給看 33.9 還有373塊錢 有哪幾支開過 老師 我知道 2408南亞科 他好像好像沒開過 然後2448經典開等於33.9 然後2327國具 因為利多開過373 答對了 哪一支股票沒開過 2408南亞科 2408南亞科 所以說 禮拜五買的部位 剛好4折5入 76.7出掉 賺了8毛錢 蛤 賺8毛錢 1%而已 太少對不對 那我請問大家 禮拜五擊殺你敢買嗎 那南亞科買個20張賺1萬6 不要賺嗎 買個30張賺2萬4 股本1000多億的股票 還沒完還沒完 太慢對不對 太慢對不對 那這檔呢 627同心店 這檔我節目沒有跟你講 我節目真的沒跟你講 從136到143 這檔就7塊錢 那我先問大家 你要反敗為勝 你寫得出這張嗎 你有辦法在開盤前 就知道他的AC是落在何處嗎 那這樣節目有沒有怪怪的 一隻手而已 有沒有感覺很奇怪 這還蠻好玩的 一隻手而已 一隻手 然後一隻遙控器 那接下來該怎麼看 那你知道南亞科的AC嗎 那你知道今天國際收盤小為AC嗎 那代表國際民意要震盪了 那你知道237紅牌 今天收盤小為AC嗎 那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告訴我你做股票 做集合做選擇權 那不是笑死人了嗎 所以說想想看 你要什麼樣的分析師 每天跟你畫大筆 長的時候有基本面 跌下來 哦忘了 忘了 哦忘了那一檔股票 還是要找一個老師 他所做的股票 從華通 政威 建設更早以前叫什麼 叫做3105的穩帽 2383台光電 還有6278台表科 更詳細沒錯吧 台表科有一個老師 一檔台表科 可以做半年的時間嗎 有一檔老師 一檔2313華通 一檔2448經典 從823炮戰漲到現在 還在講這些股票嗎 你能找到嗎 你能找到嗎 來考試啊 再來一遍啊 這三檔股票 一檔今天收盤大於AC 還是三檔收盤 全部小於AC 你連AC這麼重要 都不會算 那你還敢做股票 兄弟姐妹們 這邊很危險 要小心啊 小心有熊出沒 所以說啊 少了百萬的電視成本 我完全回饋 給所有可愛的投資朋友 現在全方位360 真的只要15 而且匯集 盈利從明年2月起算 除了給你魚吃 更重要教你釣魚的技巧 所以電話在下面 沒有沒有沒有 電話0223923988 手機拿起來直接播 0223923988 我們所提供的優惠 你會嚇死人 除了給你主力心態 更重要在開盤前 你拿到兩份盤前傳真稿 你能不能夠很輕鬆的看到AC 你能不能夠很輕鬆看到時間 還有空間 所以說改變就是現在 事前預告才是屌的 績效才是最大最大的優惠 這一些股票 我完全都有跟你做預告 不管包括節目 不管包括LINE 你都可以得到完整驗證 0223923988 想想看上個禮拜 我辦好入位手續 6271同心店 這樣有沒有7塊錢可以賺 一檔2408南亞科 一檔2418金店 有沒有錢可以賺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不投資風險